台股陷入籌碼站 个股操作以中小型为主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胡真宏 胡老师 千涵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最近的台股呢 真的是有点陷入籌碼站的感觉 外资就是一直在提款台股 不过呢 盘面上还是有表现很强势的族群 像是化工类股 那很多投资朋友就在问啦 我现在化工类股表现这么强势 我应该现在就上车 还是说等它拉回再布局呢 老师怎么看 因为最近化工股会那么强 当然这是刚才我们千涵所提到的 就是筹码站的问题 因为它筹码是非常的集中 那为什么会集中呢 因为在之前 大家很少会去关心化工股 所以说这一波涨上来 会去跟单的应该也不多 等一下我们来看K线图就知道了 所以到底我们该怎么去操作 我们赶快来切进去看一下 那这一波真正把化工股带上来的 当然就是中华化 中华化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整个化工股的关键指标 因为它刚好也有切入电子半导体的领域 所以刚好这波真的是很强势 对对对前凡人说的没错 因为它跟这个第三代 我们所谓的半导体的材料有关系 所以这一波就非常的强势 那我们可能会就看到一个非常 有关于筹码的问题 来我们之前这个再创新高的前波的高点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量是非常的大 你可以去看一下 回头去看这个K线图 是 好 它的量那么大 为什么今天没有出现大量 却能够跳空所涨停 这是不是很奇怪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筹码非常的集中 换句话说 那一天的这个大量 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换手量 也就是说有人认为这个地方涨不动了 赶快跑 跑了之后被有心人士给收走了 所以今天就出现了这个跳空上涨 创新高 那最主要我们来看那个双跳空 双跳空就是底下有个跳空 对不对 那上面又出现个跳空 这其实是非常的强势 所以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往上爬呢 目前我觉得它只要没有转弱的现象 目前的股价已经创了新高了 而且是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不要去预设立场 它到底会不会马上拉回 也只能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什么 化工股的指标 那未来呢 只要它能够继续上涨 我相信化工股的股价就不会太寂寞了 是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档 来三晃 今天一直在说的石墨稀体财 对 那三晃最近就是连续跳空涨停 可是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注意 空方的防守点17.75元 有没有机会去消化 就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中华化一样 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相同的类似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突破后再切入会比较好吗 基本上我是觉得说 在还没突破之前 其实如果真的有机会切进去的话 因为最近都涨停了 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 只是说到那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稍微注意一下 那如果真的被突破 那又不一样了 好那再来就是看到康普 康普 对康普这档的话 它是台湾最大的正级材料 对电池材料 对电池材料最大的厂商 那这档股票 我其实在我们的国庆的研究报告 国庆股里面我赠送给你索取的 有我在群组上有看到老师的国庆股 有一档就是康普 它今天也是表现的不错 对非常的强 那当然有人会想说 那130点会不会突破 对比前面两档是高了不少 对那就是回到刚才我所讲的 现在的化工股都是以筹码站为主 所以会不会过 其实你可以看那个最大量 是红棒 不是黑棒 所以说它要过 其实并不会那么的困难 所以比较有机会 可是它如果一突破 那就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就会非常的强势 所以这一点 投资朋友要稍微去注意 那再来就是永光 永光在这个地方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康普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什么地方不一样 它的最大量是黑色的 对 跟刚才我们看到最大量是红色 就比较不一样了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28.85元 能不能去突破 这就比较稍微会上脑筋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 可能投资朋友 你在选择化工股的时候 永光它的未来的动能 就要看它的成交量 对有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对 那再来就是东莲 东莲 东莲我们是以周线来看 那周线的话也是一样 空方的防守点也是什么 黑色的 可是跟刚才的永光不一样 它的黑不是最大量 因为红色是最大量 对最近它是周线上个礼拜 所以说这个地方 如果27.85元被突破 当然它又会出现 另外一波的涨势 所以现在化工股 全部都是以筹码战为主 所以说你在看这个 所谓的量价关系的时候 它每档个股都不太一样 筹码战老师是专业 可以先加入老师的TG上 老师会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解析 是 所以这些个股有任何变化的话 我相信我都会在这个 TG当中来跟投资朋友 再做分享 所以你一定要加入TG 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同学 分享到这边 谢谢老师很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 跟TG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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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